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新闻林一台 为您报告今天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三 2020年伴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 从中国扩展到了全球 作为世界经济最强国的美中两国关系 急剧的恶化 专家们认为随着川普时代的结束 拜登政府的上台 美中关系在各个领域中的紧张关系 多数仍然还会继续 有些则会缓和 目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战还在进行 在5G网络跟其他高科技领域竞争激烈 对习近平政权在新疆香港的人权侵犯 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以及在南中国海的扩张 双方言辞行动针锋相对 美国外交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说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从上任第一天开始 就将面对这些挑战 该协会的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一鸣认为 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将会继续存在 或者至少县政府正努力确保这些政策会继续 一鸣说 川普政府在大选之后几个礼拜 就西藏台湾金融脱钩 南中国海等相关议题开展活动 强化和扩大了过去四年 所制定的这些政策的规模 他指出 尽管这些最后一分钟的行动 似乎目的在给拜登政府制造更大困难 但事实上却恰恰的相反 川普政府采取的政策越多 给拜登团队留下的杠杆和选择的余地越大 当选总统拜登将如何的处理 各个领域都处于恶化的中美关系 一鸣认为 是否保留对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对拜登将会是个挑战 而对美澳印日四方安全对华机制 提升美台关系 制裁侵犯新疆香港人权的中国官员 都可能会保留 积极起诉中国在美国渗透影响力的人 虽然会保留 但是会做重大的调整 一鸣并且指出 拜登政府在纠正川普政府放弃美国传统杠杆和影响力的资源方面 会轻易取得成就 而拜登政府的重点将会是 重新加入国际组织和协议 恢复和欧洲联盟的关系 加强美国自身 而且重构 双方的合作 在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报道的 这是在美国国会 现在国会的领导人为了避免政府到本周五可能会因为经费不济而被迫关门的压力之下 今天达成了一项关于冠状病毒缓解措施的协议 这个协议可能会为经济注入多达九千亿美元 一位多数党领袖表示 坑塔基州的参议员麦康诺 也是在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 他要求参议员们在准备这个周末放弃休假 因为立法者跟助手们要敲定最后的细节 并且撰写立法文本 这表明了协议即将达成 但是还没有完成最后的细节 知情人士透露说 新的协议包括了对美国人的另外一轮 直接现金补助 以及额外的失业救济金 虽然细节没有最后确定 但是这一篮子计划也有望 为疫苗分发以及学校跟小型企业 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散略了共和党长期以来 所寻求的冠状病毒责任保障 以及州跟地方政府 所坚持要求的专用资金 这两个是民主党人最有争议性的要求 在财政部长米鲁钦通过电话加入情况之下 四位府院的巨头在昨天就在议长 佩洛西的国会大厦的办公室举行了两次会议 今天又继续讨论 讨论的细节 那么据麦康奈尔在今天在参议院的演讲里面说 我们致力于继续进行紧急讨论 一直到达成协议 参议院排名第二的南达克塔州共和党参议员 约翰·图恩今天则说 每个人的直接补助可能在600块到700块之间 大约是三月颁布的2.2万亿美元 当时的次级经济法案当中所包括的现金资票的一半 那个时候每个人是1200元 民主党人跟一些共和党人现在正在推动加倍 或者是超越这个预期的数字 弗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 现在我们将接近所能的希望能够获得1200美元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是政府支出最强烈反对者之一 他今天表示 他将使的人们知道他们在适用自己没有的钱 在华府美国白宫表示 川普总统将对2021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行使否决权 美国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在参众两院 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通过 白宫发言人麦肯内尼说明了国防授权法案所存在的两个问题 首先他说并没有包括了取消美国通信端正法第230条的内容 这个通信端正法第230条规定 无法救用户在社交平台上面上传的内容追究平台业者的法律责任 另外川普还对限制裁减驻韩国美军这些驻海外美军相关的条款表示不满 麦肯内尼他的发言被解释是为川普计划裁减驻外美军 对于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案阻止这个计划强烈的不满 总额超过740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在联邦参众两院以超过三分之二的超级多数过关 代表任期在明年1月20号结束的川普如果动用否决权将可能遭到推翻 匿名的消息人士说白宫内外的部分高阶顾问私下里劝说川普不要否决国防授权法案 表示行使否决权好处不多而且可能伤害到共和党阵营 保住乔治亚两个联邦参议员席次的机会 联邦准备理事会在今天举行了最后一次的今年最后一次的例行会议 会中决定对其支持经济的努力进行重要调整 同时调高对未来经济成长的期待 一如预期的在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以后 联总会把基本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联总会会后声明说将继续每个月至少购买1200亿元债券 一直到实现就业最大化以及物价稳定目标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止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的方式在声明里面补充说 这些资产购买有助于促进平稳的市场运作和宽松的金融条件 从而支持让信用贷款流向家庭与企业 受到联转会最新的支持经济的承诺 以及财政纾困方案谈判取得明显进展的推动 今天华尔街股市指数上扬 斯坦普关中指数上涨了6.55%为0.18%收在3701.17% 略低于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63.13%为0.5%收在12658.19% 在盘中跟收盘道琼工业指数则下跌了44.77%为0.15%收在3154.54% 在经济的分析方面 高盛金融在今天说美国经济复苏要比预期来得快 部分原因是最容易受到最近的新冠病毒传播的产业所受的打击 并没有那么严重 高盛过去几天发布的个别分析显示 未来的成长还是相当强劲 预计2021年的GDP将会成长5.3% 而今年2020的GDP则是下降大约3.5% 高盛经济学者崔大卫在报告中说 即使很多的服务业在疫情开始的阶段都大幅度下降 但是只有对病毒最敏感的产业一直到11月才展现出实质的连续下降 而从疫情开始以来 其他大多数的产业都接近或者处于高峰水准 虽然高盛的评估显示稍微乐观 但是美国11月的零售销售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则是下滑了1.1% 而且10月份的零售销售也从正成长下修为负成长0.1% 这显示在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激增 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仍然卡关 但情况下美国经济复苏还是处焦 商务部在今天所公布的11月零售销售总额 要比上个月减少1.1% 减幅比市场预估的0.3%要大 10月份的零售销售也下修到每个月减0.1% 10月零售销售初估要比9月小增0.3% 另外财经频道CNBC今天引述了多个消息来源 报道说麦康诺等一级共和党的大佬 正在严厉而积极的警告党内参议员 不得随同众议院的川普派起哄 反对或者是阻挠国会在1月6号选举人团的认证 麦康诺在内部会议当中说 除了添乱出丑 政治现实根本不可能推翻选举人团的决定 如果共和党人必须要投票来反对川普的意志 对共和党人来说是可怕的一步 据了解这场会议当中并没有任何人反对麦康诺的要求 共和党籍阿拉巴马州联邦众议员布鲁克斯 所率领了部分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准备在1月6号当天透过宪法程序 杯葛五个决战州的投票结果 从议事规则来看 布鲁克斯等人几乎没有胜算 但是如果获得至少一位联邦参议员出面相挺 那么就能够要求交付表决 让原来只是国会认可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自视流程 而咬身一变 成了川普总统寻求逆转胜的最后机会 麦康诺他的谈话为共和党参议院同僚减轻了压力 也为参议院党团的立场清楚定调 排除拒绝接受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更多后续发展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 今天以背景说明的方式表示 国务卿蓬佩奥被认定跟新冠肺炎确诊者接触 目前蓬佩奥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并没有受到感染 基于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的建议 蓬佩奥还是要开始隔离 并接受国务院医疗团队的监测 根据CNN报道 蓬佩奥原定在明天 要跟拜登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 布林肯会面 现在蓬佩奥隔离观察 是否会影响这一场会面 一位发言人以背景说明的方式 回复记者询问表示 目前没有已经计划 或者是确认的会面 CNN引述资讯人士的话说 蓬佩奥和布林肯会面 规划只有15分钟 但是这是前后任政府国务卿第一次的面对面 也代表着川普政府开始交接外交政策 同时形同了认可选举结果 这一个会面具有正面意义 在纽约州的法院下令 川普集团必须要交出财务和税务文件 来配合州政府的检查部门的调查 这一项调查当中 州政府怀疑川普集团申请贷款 和申报税项的时候 虚报了资产 因此有诈骗和满税之前 周和每日邮报跟CNN的报道 这个案件涉及到川普集团在上周 威测斯特县的期权 Seven Springs的一个物业 焦点在于公司为物业估值的时候 是不是遵守了诚信 川普集团在2015年 在Seven Springs申请保护地益权 为稀有的一些的动物跟篇幅 提供歇息地 据指出这个集团报税的时候 一度宣称物业的价值只有2110万元 然而在其他的财务文件里面 又说价值2.61亿元 区内的地产经济者判断 期权价值大约是5000万左右 跟两次的估价都相去甚远 川普总统的前四人律师克恩 曾经在国会听证会里面表示 川普家族在申请银行贷款 或者购买保险时 往往会夸大资产的价值 相反的报税的时候却反其道而行 极力贬低物业价值 另外国家广播公司NBC 在今天报道 川普总统过去几个月里 差一点就要开除联邦调查局 FBI局长雷一 最后是在白宫律师西波隆 等法律顾问力劝之下 才没有发生 熟悉内勤的政府高层官员说 白宫律师团队力劝川普 千万不要开除雷一 否则将会让外界产生 川普强迫雷一 效忠听命的观感 显示川普以政治手段来干预 传统上应该保持独立 不必听命于白宫指挥的 联邦调查局 川普在2017年 要求前调查局长科米 停止调查前任国家安全顾问佛林 科米拒绝配合而遭到开除 这一段经过后来成为 特别检测官穆勒调查的重点 而川普也遭到指控妨碍斯塔 报道中说 虽然雷一乌萨帽暂时保住了 但是川普可能随时改变心意 有多位官员说 川普下个月离任之前 极可能大规模开除官员 在疫情方面 虽然现在新冠疫苗接种已经开始 但是死亡病例总数突破了30万的关口 住院人数也达到创纪录超过11万 与此同时美国西部跟东北部的感染新病例 继续增加 而中西部则有所减少 整体而言 疫情仍然严峻 新冠病例总数超过了1600万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全美国过去两个礼拜 七天住院滚动平均人数达到 10万7,856人 平均而言 新冠病毒现在在美国 每天导致大约2400人死亡 超过21.5万人感染 根据路透社的统计显示 但在上个礼拜 新冠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7万人 而成为从疫情爆发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礼拜 比对前一个礼拜 增加了12% 华盛顿大学卫生剂量 与评估研究所预估 如果现在的行为继续 那么明年4月1号 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 可能会超过50万人 目前中西部多个州 包括南北达克塔州 以及爱荷华州 有着最高7天平均的死亡率 不过南达克塔州的感染率 在过去一个礼拜 要比前7天下降了17% 爱荷华州减少了25% 北达克塔州则是上升了13% 但是上升的速度 要比前几个礼拜 已经大幅度改善了 就全国而言 新冠病例还在增加 上礼拜新病例 总数达到创纪录160万 要比之前的一个礼拜 增加15% 疾病防治中心CDC 数据显示 在罗德岛 田纳西和俄亥厄 看到每10万人最高的感染率 不过中西部感染率下降 根据新冠病毒追踪项目 所做的统计数字 西部的感染率 大约是百万分之七三八 中西部感染率百万分之七百二十二 而东北部百万分之六二八 南部百万分之五五九 纽约时报在今天引述 三位熟知情况的人士报道说 美国阿拉斯加州一位工卫人员 在接种了美国辉瑞大药厂的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苗之后 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路透社引述纽约时报的说法说 这名人员在昨天出现了过敏反应 送医之后情况趋于稳定 纽约时报报道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 有没有过去的过敏反应史 辉瑞公司也没有立刻对 这一个报道自评 纽约州长葛默在今天表示 全纽约州已经有接收到 超过八万七千剂的辉瑞疫苗 纽约州金融服务厅已经指示 全纽约州的健保业者 必须要全额覆盖新冠肺苗的 疫苗的费用 他还表示针对关键行业的员工 高为普通人群的第二阶段 疫苗接种预计要在 一月底开始 纽约州本轮将收到 17万剂辉疫苗 葛默州长表示 纽约州现在已经接收了 七万七千零二十五剂 用在给高为医护人员 接种的疫苗 超过四千名医护人员 已经接种 剩下有八万剂左右的 辉瑞疫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面送达 用在养老院人员接种 他说如果联邦视频药物管理局 本周能够批准莫德纳 新冠疫苗使用 那么下个礼拜 就会有三十四万六千剂 莫德纳的疫苗到货 继续用在第一阶段后期 为其他医护和急救人员接种 根据州政府所制定的 疫苗接种计划 第一阶段接种过后 第二阶段接种 将面向消防员 警员 老师等等 关键行业的员工 以及65岁以上老人 基础疾病患者等等 高危的人群 葛默表示 如果后续疫苗供应量充足 那么第二阶段的接种预计 在明年1月底开始 随着新冠病毒病例激增 现在全加州的重症监护病房 ICU可以说通通都被挤满了 加州现在准备开设方舱医院 来收治超额的病患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消息 方舱医院将开设在 Costamega 波特威尔 沙加缅度跟内陆帝国等等地方 照顾非重症的病患 河滨地区 里奇蒙 佛瑞斯诺 圣地牙哥 和旧金山 这些地方的医疗设施 处于待命的状态 加州公共卫生厅在昨天表示 南加州重症病房ICU的空床率 现在只有1.7% 低于在先前一天的2.7% 在河滨县 Riverhead 局势尤其严峻 到昨天重症监护病房的空床率是0 加州医疗机构预计 随着感染N假期 更多的感染者生病 那么情况还会更为恶化 希望加州的居家避疫令 最后能够扭转局面 但是预料一直到圣诞节 或者是新年之前 每天的冠状病毒病例增长 还是会去平缓 或者是开始下降 方舱医院具有紧急救治 外科手术 临床检验等等多方面的功能 新闻媒体报道传出 川普总统卸任之后 可能搬到数有白宫 东宫之称的佛罗里达州 棕榈滩四人俱乐部 海湖庄园 但是某些棕榈滩的居民 在昨天写信给市政府 以及美国特勤局表明 他们不想跟川普当邻居 而要求川普另外找别的地方安居 住在海湖庄园附近的棕榈滩居民 在信里面说 从法律角度来看 川普可能没有办法 以海湖庄园作为居住地点 因为在1990年代初期 川普原来为私人住处的海湖庄园 改建为私人俱乐部的时候 曾经跟棕榈滩地方政府签订协议 如果以海湖庄园成为卸任之后 永久居住地点计划受挫 那么对于川普而言将颇为尴尬 在新冠疫情持续期间 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 因为防控措施比较严 再加上其他地区的生活成本 跟税率比较低等等传统的因素 所以引发了居民迁徙潮 民众不管是贫或负 都有不少人依据了德州 这些南方城镇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 社群服务网站领英进行了调查 由于这一场新冠疫情 身为科技或者金融枢牛的大城市 已经吸引力大减 这最令人瞩目的例子 是包括了几位富豪 以特斯拉汽车 行政总裁马斯克为例 连续几个月批评了 加州防疫过于严厉以后 上礼拜终于宣布迁到德州 德州因为生活成本比较低 而且不需要向州政府缴纳所得税 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 跟迁徙世代进驻 除了富人之外 上班族也告别大城市 领英的分析发现 今年4到10月 在10个迁入人口最多的城市里 德州奥斯丁名列第一 平均每一个人迁出 就有1.53人迁入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和田纳西州的 纳旭维尔分别排名第二跟第三 如果以人口流失量来计算 康州的哈特福德排名第一 纽约市跟旧金山湾区排名第二跟第三 社区及经济研究委员会表示 生活成本是民众选择居住地点的主要因素 人口迁徙反映了越来越多人 向大城市说No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跟19个联邦州以及地方执法机关合作 在全美国严打利用新冠疫情和经济不景气 而行骗的罪犯 估计各宗案件里面民众损失的金额高达10亿元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全国开展了历史一年的 幻想收入行动 先后一共采取了50次扫荡 参与的州包括了马里兰 亚利桑那 阿肯色 加州 佛罗里达 印第安那 新哈姆斯尔州 以及俄勒冈州 这个调查发现 片案的具体种类包括 陈压市推销 被图会利用不少民众在家 附贤的空档 游说他们参与兜售奢侍品 又或者透过其他的金字塔方式 募集资金 并学生此举可以迅速自负 最入圈套的 包括有长者 有退休人士 移民少数族裔 学生或者是军券 联邦贸易委员会说 法院已经为四宗案例颁布了临时禁制令 其中一家受管制的公司 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数码收入 Digital Income System 这家公司向受罕人索取 1000到25000入会费 并且讹称他们只要出售汇集 成功的话可以赚取高达12000元的佣金 但是大部分人最后都没有获得分好 另外被点名的还包括有加州的公司 Moda Latino 这家公司被指称利用广告 招揽西班牙语医 宣称参与的人可以在家里工作 转售名牌香水等等奢侈名 然后赚取可观收入 贸易委员会表示 这家公司的手法已经违反了电话销售条例 估计从2017年8月到今年8月 该公司以此向受罕人收取了超过700万块 包括民权中心华人资工会保护日落公园联盟 这些在内的60多个纽约的组织 今天聚集在曼哈顿市政府前面示威 反对纽约市通过任何土地用途重新规划 他们指出这些重划方案 让更多的豪华楼宇得以兴建 而导致城市进一步贵族化 最近几个月在法拉盛日落公园 以及夏东城等多处的华一聚集的社区 出现了豪华开发案 像是法拉盛冰水项目 豪华开发的项目是为获得部分土地的重新规划申请 已经获得纽约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批准通过以后 也在市议会获得通过 民权中心住房计划负责人说 这些豪华开发楼宇没有为社区民众提供足够的可负担的主房 而开发商却能够得到税收的优惠 特殊许可等等众多的好处 他们强调任何开发计划都应该从社区的角度来出发考量 因为民众才是这些计划直接受到影响的人 最后为您报道 纽约市在今天迎接了今年入冬以来第一场的强降雪跟大风的天气 纽约市教育局考虑到极端气候宣布 明天全纽约的公立学校学生都必须在家里面上网课 各校的校园不会开门以避免雪天出行 面对暴雪当局宣布 明天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关闭 学生采取网络授课 另外课后辅导 成人教育和YABC等等的课程也都一并取消 午餐供应服务也将暂停 不仅如此 在长岛的Greynek各公立学校也发布了同样的消息 校园将于明天完毕 以上是今天美国新闻 有哪一台为您报告今天的重要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跟您再会